李尚福部长刚刚从莫斯科回国 塔斯社就报道中国要买伊尔76 这次选中的型号还比较特别 也不是给解放军买的 联系到前段时间刚刚爆出 中方要引进卡2267直升级 看来中俄最近的军贸合作又有了新的矛头 根据塔斯社的说法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亚历山大库伦科夫 公布了中方购买伊尔76的消息 中方购买伊尔76这种运输机 和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又有什么关系 这次的关系还真不小 因为要购买伊尔76的单位是中国应急管理部 而购买的型号就是伊尔76的消防型号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作为伊尔76消防飞机运营数量最多 年头最长经验最丰富的单位 自然要牵头办这个事 按照库伦科夫的说法 中国应急管理部计划购买两架伊尔76消防飞机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会负责中方机组人员和地勤的培训工作 库伦科夫并未透露太多的细节 不过从中方需求和俄方对接单位来看 购买的伊尔76大概率不会是新生产的伊尔476 而是会从俄方各单位中选择一些机灵较短 状态较好的库存机翻修改装 甚至有可能 直接从紧急情况部手中接收两架状态不错的伊尔76过来 应急救援部购买伊尔76消防飞机的消息 让人不得想起本月初发生的蒙古国草原大火 这场大火给蒙古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灾难 火星一度蔓延到中蒙边境 最终在那蒙古森林消防部门的快速反应下 成功堵击了大火入境 蒙古国的这场大火 让我们看到了草原火灾的破坏力 也看到了森林消防部门的战斗力 但从报道的画面来看 消防部门在制造防火隔离带时 依靠的主要是全地行车和善兵作战 有全地行消防车作为配合 已经是装备上的巨大提升 但在面对紧急火情时 反应能力还有提升的空间 而消防飞机就是填补其中空缺的重要平台 再来说说这个伊尔76消防飞机 西方称其为水轰炸机 但它并非是专用的特种机 编号有时候是伊尔767DP 有时候是伊尔76MDP 甚至早期还有伊尔76P和伊尔767P 编号如此混乱的原因 并非是俄罗斯人对字母后制 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而是因为这些消防飞机 都是执行任务前临时改装的 并非消防专用机 苏联时代为空中消防研发的 VAP系列排水系统 算是一种模块化的装备 它可以安装到 几乎所有的伊尔76运输机上 整套消防装备的拆装时间 可以压缩到2小时左右 只要拆掉VAP系统 这些伊尔76就可以正常参与 其他客户运输任务 使用中的灵活性非常强 VAP是航空排水装置的缩写 整个系列一共发展了两代 目前投入使用的是VAP二型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具备 空中放水能力的双联大水管 外形看上去很像天然气管道 实际上它们的主体部分 就是天然气管道钢管 VAP二型排水系统的主体 是两个直径为1.2米的钢管 背后为14毫米 下部带有支架 方便固定在伊尔76的货舱的板上 尾部是两个半开放式的放水槽 带有放水阀门 水槽被固定在了尾部的地板舱门上 和水管连接的部位有活动机构 因此可以跟随舱门做有限的抚养动作 VAP二型排水系统一共可以携带 4万2千升清水或者消防泡沫 整套系统装满水后最终可以达到45吨 最大程度上利用了伊尔76的运力 伊尔76消防飞机在工作时 会提前打开尾部的地板舱门 让VAP二的放水槽露出来 与此同时 机组人员要操控飞机维持在80米左右的超低空 以260到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过火场上空 然后进行排水 VAP二可以在空中挖出1到600×80米的水木 对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 有着极强的快速压制能力 看了这些描述 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迷惑 如果只需要空中消防能力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购买VAP二放水系统 然后利用于20这类平台自己改装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 目前中国空军正处于远程投送能力爆发式增长的阶段 对于战略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的需求极大 未来还需要月20平台的预警机和特种飞机 空军此前购买的Ear 76MD和Ear 767D都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 月20A也是如此 即便月20B已经投产 短时间内也抽不出产能来满足应急管理部消防飞机的需求 这时候从俄罗斯引进两架Ear 76改装成消防飞机 是时间周期最短成本最低的方案 从俄罗斯购买军机同时还能促进中俄之间的军贸交流与合作 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一次围绕Ear 76消防飞机的合作 也点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中俄之间的军贸 其实并非要集中在那些主战装备上 甚至不需要集中在军队领域 我国的应急管理部也是参考了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构架和只能进行整合创立 而后者恰恰是一支准军事化队伍 在应急救援部的装备配置上 中方也能找俄方取取经 在这之间的合作 也算是军贸合作的一部分 中俄之间的军工贸易 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中国军工的发展历程 从一无所有到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经历过太多坎坷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其他国家的帮助逼不可少 比如曾经的苏联 给过我们整整60个式的装备 后来的乌克兰不但把瓦梁格号卖给我们 还给了我们不少技术 除此之外 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俄罗斯 当然双方的军贸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闹过很多不愉快 台湾战争 老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运输机的重要性 而中国当时在这个领域 说是一片空白也不为过 自言的道路很艰难 我们就想通过购买的方式填补运输机的空缺 俄罗斯的一二七十六就成了首选 俄罗斯也缺钱 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 可这时的结局 有些出人意料 当时正赶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美元贬值 之前商议好的订单价格明显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双方就对重新拟定价格进行沟通 可没想到的是 俄罗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坐地起价 我们当然不能当这个冤大头 果断拒绝而在亮了他们一段时间后 双方交易重新进行 我们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一二七十六 而如今 在俄乌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 这种事可能要重演了 中俄军工贸易的过往中 双方产生过很多不愉快 上面提到的一二七十六就是其中代表 而在俄乌矛盾尚未平息的现在 我们可能又要买俄罗斯的一二七十六 那么这种直升机到底强在呢 怎么就能让我们三顾茅庐 一二七十六运输计 拥有二十五点五米长的货舱 最大载重能达到四十吨 起飞负荷最大能达到将近二百吨 而且 因为俄罗斯在发动机领域颇颇有建树 所以一二七十六的续航和速度 在该领域中也是佼佼者 对比美国的C5 一二七十六可以说是完胜 而且 水平比较之下就能发现 一二七十六优点很多 而且并没有太明显的短板 所以它曾经也被称为最成功的运输计 EOE的性能 一二七十六衍生出了很多型号 而且它在民用领域的地位更高 比如极端环境下的勘探 尤其是在救灾或者消防方面 而我国真正看重的 也是这个 不久前 俄高层称 他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购买意向 我们要买两架一二七十六支圣计 要求是要带喷水装置 而且要给我的机组人员进行技能上的培训 这是其实很敏感 因为在俄乌发生矛盾的国际局势下 美西方国家就怕中国军援俄罗斯 在这个时候买一二七十六 无疑会触动他们本就敏感的神经 不过 首先这是我们在买俄罗斯的装备 其次 从我们的要求不难看出 买这两架一二七十六是为了消防事业 这属于民用领域 跟军事都沾不上边 所以 美西方想要借此为难 我们也不太可能 话说回来 有过前车之鉴 而且现在正是俄罗斯困难的时候 他们如果答应 会不会再借机给我们挖坑呢 一二七十六性能优异 我国为了充实消防领域 在俄乌发生矛盾的大背景下 再次向俄罗斯提出购买意向 俄罗斯应该不会像以前那样没有诚意 而且实也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所以俄方就是想复刻之前的行为 也没那么容易 首先一点 我们买得少啊 就两架 虽然有人员培训和假装喷水器的要求 但这种规模的交易 俄方能有什么操作空间呢 其次 既然有过之前那种事 这回我们肯定会做好完全准备 订单合同什么的 估计会能做多细就有多细 而且 现在俄方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 中国虽然不会均援 但可以说我们是唯一一个 能在经济上帮助到他们的国家 如果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购买意向 要是再像以前那么没有诚意 万一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后果 后果可想而知 更何况现在中文有意在那摆着 经济合作无上限可不是说说而已 远东计划 能源合作 甚至核电领域的合作 我们都有设计 不过是两架一二七十六 俄罗斯大概率不会拿这是做文章 而这事难免会让人产生很多联想 一二七十六是我们需要的 而俄方的图一六零 乃至他们的战略和潜艇 也都是我们渴求的 那么这次的装备贸易如果能达成 会不会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但其实这是概率不大 毕竟这些装备 那是战斗民族压箱底的宝贝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不会卖的 话说回来 在运输机领域 我国的越二十比一二七十六还要强 相信在不救的未来 我们能实现装备的自给自足 再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这次是整个人的帮助 这次是整个人的帮助